一月中旬,鼠蛇的人贵人相助,裁员广进,事业有成,福气满满,鼠蛇的人非常踏实,勤奋,真诚,而且非常谦虚。 他们工作认真,负责。 他们是有独特想法并敢于追随的人。 另外,蛇年出生的人总是习惯默默努力,不依赖别人。 当他们取得成绩时,他们从不吹嘘,能够始终保持谦虚,谦虚的态度。 因此,鼠蛇人的表现受到世人的称赞。 虽然不认识的人都认为鼠蛇的人很内向,但是他们的朋友都知道鼠蛇的人很内向。 蛇年出生的人性格友善,热心长,因此常常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, 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祝福。 幸福永远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,一切都会如他们所愿。 蛇年出生的人从小就相信好人有好报。 因此,蛇年出生的人总会给别人留下极好的印象。 他们为人公正、诚实,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。 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非常可靠,待人也很好。 他们总是非常诚实和善良。 他们很友好,乐于助人。 蛇年出生的人相信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 这种心态,对于鼠蛇人也有帮助,会带来好运。 一月中旬,鼠蛇人总能遇到贵人,所以他们的生活会幸福,好运总是眷顾他们。 鼠蛇人在一月中旬的财运会非常旺盛,无论做什么都会感觉特别顺利。 所以在工作中很容易得到老板的支持,无论鼠蛇人赚多少钱,小错误或任何人际关系。 他们可以轻松解决各方面的纠纷。 可以说,一切都很顺利,他们的积蓄会增加,好日子就会到来。 只要他们坚持自己的梦想,相信自己,未来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。 蛇年出生的人,天生五行属火,他们对别人非常谦虚,可惜不喜欢遵守规则。 到一月中旬,鼠蛇人阳气旺盛,一月旺盛,鼠木五行,形成木生活格局,鼠蛇人等待好运。 一旦你相信自己,你的幸福就会像彩虹一样,你的很多事情都会改善。 另外,对于蛇年出生的人来说,有些朋友可以在爱情上有运气。 打算脱单的鼠蛇人,如果想尽快找到真爱,就应该提高自己的情商,下定决心改变自己,上天必不辜负鼠蛇人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人曾问过白颜松,当下的很多年轻人,为何他们活不出应有的模样呢? 白颜松回应道,眼高手低者将一事无成。 在这个社会上,大多人都想昭为田舍郎,目登天子堂。 可是,这种迅速的转变,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? 如果你是一个富二代,或者说是一个极有背景的人,那么你可以无视这个观点,因为你的起点已经比别人要高了。 但生活中不是所有人都是富二代,大部分人都不过是简简单单的普通人而已。 对于普通人而言,要想在社会上混出一个名堂,要想实现阶层的跨越,这是很难的。 曾有研究者说过,在以往,如果你想实现阶层的跨越,那么你只需要寒窗苦读个十几二十年的时间,就能见到曙光了。 可在今天,没有三代人的有效积累,所谓的跨越就是一句空话。 因此,普通人越混越穷,甚至他们还找不到出路,其实有一定的积累因素和个人因素在里头的。 要想打破这个限制,实现跨越,普通人就该从根本上摸透这三个规则,明白自己究竟在哪一个方面上出现了误差。 白岩松有言,忍受孤独是必修课,难以忍受孤独的人将一事无成。 自从城市化发展以来,大多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地致富,通过自己的能力实现阶层的跨越。 这样的情况,对于以前来说是较为简单的,因为社会节奏和社会的发展速度终究没有现在那么快。 而在如今,大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,那就是他们看到身边的很多人,他们通过某些渠道迅速赚钱,一夜暴富。 那么,他们也就想自己去试试,看看自己能否像别人一般取得成功。 有这种想法的人,一般而言是很难成功的。 为何呢?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别人表面上的美好,却看不到别人背后的付出。 要知道,在这个社会上,大多人都是半途而废,做事只有三分多钟热度的人。 不管是自己参与到哪个行业中,他们不是想去钻研什么,而是想去快速赚钱。 这样的行为,那是要不得的。 因为没有经受过孤独的人,没有在血雨腥风中战斗过的人,他们只能是原地踏步,而不能有所成就。 白岩松在某次演讲中说道,贪睡和不守时是最大的绊脚石。 现在的很多人,他们逐渐变得佛系了。 对于工作,对于学习,他们不在乎,也不想去做。 因为网络的出现,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生活,令我们的生活逐渐变,多样化起来。 一旦有趣的事情多样化了,那么他们也就很难会为了枯燥无谓的工作或者技术去坚持。 所以,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,甚至是一些中年人,他们缺少了那颗较为自律的心,缺少了向死而生的勇气。 在他们眼中,只要自己能够得过且过,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就够了。 可他们没有想到,一旦做人不能自律,他们永远都不能成功。 现在的很多人,为何他们佛系,为何他们总是厌恶自律?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那就是他们对未来无所谓了。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,反正就是不理会,不纠结。 这种心态,带给他们的,只能是一事无成的结果。 白岩松有言,不是你选择工作,而是工作选择你。 大多人都认为,自己去到外面应聘,就是自己去找工作。 可他们不知道,这世上都是工作,去选择人的。 除了一部分很有能力的人,能够做到自由选择工作之外, 其余大部分的普通人,他们只能在被选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 不管你学历有多高,只要你的价值还没有达到别人的要求, 只要你的能力还没有被人认可,那么你还是受制于人。 为何现在的很多普通人,他们越混越穷,没有上升的空间呢?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就是因为这些人,他们缺少了一定的价值。 而这种价值,也跟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眼光有关。 那些有眼光的人,他们能摸透市场发展的规则,能够做到先发制人,或者说谋定而后动,反正能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。 而那些呆呆地站在原地观望的人呢,他们只能是期望被人提携,被人所关注,能够乘快车上的。 可是,要是你缺少了一定的社会价值,那么又能有多少人,他们能够乘上社会发展的快车呢? 所以说,普通人要想提高层次,要想尽快上升,那他们最好的做法,那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能力,让自己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节奏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消耀。 下期见。